大家好,我是老报 老报连你游新西兰 今天我们来到美丽的基督城 展开基督城之力 Let's go 基督城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 它只是排名于奥克兰和首都惠林顿排名第三 整个人口呢,37.5万人 在南岛,它是第一的 整个基督城的支柱性产业 包括旅游、序幕 也是整个坎特布林省的中心 经济贸易中心来说在这异常的繁华 1856年当它设定为一级城市以后 它独领风骚 引导着整个南岛的经济 是南岛整个经济的领头羊 2011年2月22日,基督城大地震 尽管阵级不大,6.3级 但是浅层地震 使基督城遭受了重创 整个经济损失达到126亿美金 而现在仍然在持续恢复当中 这座城市显当年被称之为上帝的后花园 异常地漂亮跟美丽 在这讲一个小典故吧 1956年的时候 当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跟他的各个部长商量 怎么把新加坡建成一个花园式城市 而他的部长哈哈大笑 因为对于新加坡来说 一没有历史古迹 二没有其他历史的特点 如何建成世界旅游级城市 但李光耀很自信地把他的部长 带到这儿,基督城 经过十年的发展 而新加坡 不能说版本着整个基督城的样子 吸取了相当大的经验 成为世界的一流的旅游城市 基督城也是深深体会到 具有浓厚的英国气息的特点 基督代表着基督教义 也代表了浓厚的英国文化的底 来到基督城 这部都不提到基督城的历史 1830年左右 据现在考古学家推测 毛利人瓦塔哈海族 已经来到基督城 而坎特布林平原 正是这个部落 大猎 主要捕获什么 恐鸟的主要捕捉地在这地方 说坎特布雷 说基督城 要追溯到人类最早的历史 在1830年左右 说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大概有一千年的历史 后来叫约翰·罗伯特 领着英国的坎特布雷家族 在这设立了牧场 设立的规划 建立了整个基督城港口 正式开始了他的殖民计划 而他 1850年开始 坎特布林的奠基人 就是从约翰·罗伯特开始的 基督城最大的亮点 之二就是这个技巧 由于风俗的不同 欧洲人对死去的人们和逝去的人们 他采取的纪念方式 不是收一座纪念碑 也不是说整个墓地 而修一座桥 横跨爱分合 但人们在桥上漫步的时候 堵物思人 以寄托自己的淡淡的哀思 而这座技巧 主要纪念谁的呢 包括新西兰 所有在战争当中逝去的人们 包括战士 也包括他平民百姓 其中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纪翰的建筑来说 始建1921年 现在就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百年的老桥 浓浓地记忆着整个新西兰人 对逝去人的哀思和记忆 而记忆桥横跨的爱分合 更是流淌了他们无限的对逝去人的哀思 来到基督城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大型的植物园 在英属殖民地的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甚至包括南非 每个城市当中都有一个植物园 19世纪末期跟20世纪初 英国作为当时的殖民者 在各殖民地当中 他们是作为上等贵族 像这样的植物园 植物都是那些富豪和富商捐赠出来 大家可以想象 在18几几年 包括1870年左右 男士们打着蝴蝶结 女士们唱着传统群 漫步于整个花园当中的时候 作为他们来说 是一种休闲的场所 后来由于种族的独立 人权的平等 而成了公共开放的场所 而这个人 Sifton 而是整个植物园的构司和奠基者 所以当你漫步于植物园的时候 尽情地享受这里的环境 这在19世纪末 这是贵族休闲的地方 当然了我们现在来到植物园 看它的美景 信了它的花卉 基督城 但愿给你留下美好的印象 老豹领旅游新西兰 新西兰南岛 还有更多的美丽的景色等待着我们 来 跟我一起来 我们一起游归 我们一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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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 again 谢谢 梦